我的爸爸叫团团 我的妈妈叫圆圆 听奶爸奶妈们说 我爸爸妈妈可是熊猫界顶顶大名的人物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像什么大人物 还成天像小孩子一样抢东西吃呢 我出生在宝岛台湾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特别紧张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到母亲 还没有生小熊熊的经验 当时的情况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是后来听奶妈们说 当时我妈妈怕有人伤害我 就紧紧地把我摞在怀中 但是为了我的安全 奶爸奶妈们还是把我从妈妈那里取了出来 放在一个透明的小房间里 那里舒服极了 每天准时奶妈就为我吃奶奶 还有人帮我排便擦身体 好害羞呀 轻点轻点 嗯好咬哦 妈妈因为生我累极了 坐月子的时候 奶爸奶妈们每天都会给妈妈擦身体 用弱水袋给妈妈捂肚子 还为我采集奶水 在奶爸奶妈们的心心照料下 我一天一天健康地长大 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 逐渐有了黑白蜂蜓的毛发 和朦胧的黑眼圈 奶爸奶妈们还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圆仔 哈喽哈喽 我是圆仔 我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将和妈妈相见 奶妈为了试探妈妈对我的反应 先用占有我尿尿的布片 抹给妈妈闻 看看妈妈的反应 等妈妈熟悉我的味道之后 奶妈才把我拿到妈妈的面前 让我们母女相认 虽然我一出生就从妈妈身边被带走 但是妈妈还是认出了我 我喊着妈妈妈妈 妈妈也深情地望着我 不停用舌头舔我 妈妈认得我 就让奶爸奶妈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因为大家担心妈妈会排斥我 但是我知道 妈妈妈是爱我的 你看 她还把熊猫公仔当成是我了呢 嘿嘿 为了能快快回到妈妈身边 我一定要快快成长 回到妈妈身边的这一天 终于到了 妈妈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我回家 奶爸将我轻轻地放在地板上 等着妈妈来接我回家 笼子门打开了 妈妈走到我身边 轻轻地对我说 轻轻轻地放在地板上 妈妈在这里 说完就把我拥入怀中 妈妈的怀抱好温暖哦 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 从此我便和妈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睡觉的时候妈妈在门口保护着我 饿了的时候妈妈就喂我甜甜的乳汁 在妈妈的呵护下 我一天天健康地成长着 终于到了我学走路的年龄了 奶爸奶妈们组成啦啦队 在一旁为我打气 哎 虽然我的步子还不稳 但是妈妈说 只要我坚持不懈 早晚有一天就能和其他的熊猫一样 走得又稳又快了 在奶爸奶妈们的鼓励下 我每天都在进步 昨天我能走十步 今天我能走二十步啦 每一天我都在成长 妈妈和奶爸奶妈们都说 小朋友就应该养成 有不放弃的好习惯 虽然开头总是不尽人意 但是只要自己咬牙坚持下来 最后结果往往都是美好的 如果你发现现在不好 那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 对于我来说 这里就是我的幼儿园 奶爸奶妈们就是幼儿园老师 在这里我可以自由活动 我最喜欢爬这个方方的东西啦 奶爸说这是棒冲 但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充满乐趣的高低道 哎哟我的屁屁 大家就当做没看到哈 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 奶妈今天夸我了 说我后知力量越来越有力量 走路越来越稳啦 听完奶妈的表扬 我可开心了 我缠着奶妈多表扬表扬我 不表扬我 我就不放手 我不会放手的 奶妈说 我们原载又可爱又懂事 嘿嘿 听完奶妈的表扬 我心里美滋滋的 不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就跟着妈妈一同学习本领 妈妈一边取竹子 叫我爬树的要领 我就在一旁努力的练习 妈妈说 熊猫都是会爬树的 这是祖先馈赠下来的礼物 所有的熊猫都要学习 这样可以躲着天秤 在夜外是可以保护自己的 于是我就加倍练习 让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熊猫 妈妈说 原载你真棒 真像功夫熊猫里的阿宝一样刻苦 练完工 我对妈妈说 妈妈 我想看电视 我想看电视 妈妈眉头一皱 把我拉回来 说妈妈从前就告诉过你 熊猫要少看电视 不然会黑暗圈的 这就是我跟我妈妈生活的一点一滴 每一个瞬间 对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妈妈见证了我的成长 因为养育我不求回报 亲近了所有 我爱我的妈妈 也爱着可爱的奶爸奶妈们 给予我无私的温暖 让我能够健康的长大 能够和妈妈团聚 和妈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小朋友们 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掉电视 快去写作业吧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陈玉燕 那在这边也借这个频道 来祝福大家喜欢大熊猫的各个粉丝们 身体健康 然后关心更多的物种 让各个物种也得到